家人们今天燕子分享一道家庭版松鼠鱼 酸甜可可,既好看又好吃 首先准备一条鱼 给它切去鱼头,再偏去鱼肉和鱼骨 再给它切成十字花刀 用鱼的下巴做松鼠头 接着把切好的鱼放清水中 放葱姜、尿酒、盐、胡椒粉 拌匀给它浸泡十分钟 把泡好的鱼肉给它吸干水分 再均匀地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全部裹好以后七成油温下锅炸 用筷子给它定型 直到金黄酥脆捞出给它摆盘 用黑豆做松鼠眼睛 竹签做胡须 锅牛底油放入番茄酱 一勺白糖和白醋 少许盐和一勺水 搅和均匀浇在松鼠鱼上面 一道酸甜可可的松鼠鱼就完成了 外叔你愣 过年过节做一道 保证让您的家人眼前一妙